哈囉大家好我是Tommy又見面了 那相信大家風操都已經刷的差不多了 經過這三五天 該畢業的人應該也畢業了 沒畢業的也沒關係喔 常駐副本嘛慢慢來 那我們今天呢就來聊一下 風操這三把武器台幅限時點 你拿到之後呢應該要怎麼來使用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最低只要15塊就可以幫偷主播加菜 用PC版進入我的頻道首頁就可以加入囉 好那首先目前台幅就有在玩風隊的玩家 大部分應該都是玩這個四郎U按給的風技商隊 那也會用到就是把技攻放在主位 配合四郎去拿虎王服 得到一個非常高的技商加成 那嚴格來講呢其實是完全沒有用到風屬性的武器喔 那風風攻很明顯就是適合風連擊的 但現在風連擊其實刷起來也不會比中四郎舒服 所以大部分有玩風隊的人應該都是玩四郎內隊 那在我們超風出來之後有了這三把武器 連擊風也開始比較有看頭了喔 那我畫面中這一隊呢 就是完全用這個超風的三把武器 組合出來的完美死黃蜂 那這個隊伍裡面呢 中間這個成員兒子其實就是台幅的下一史應該就會出來了 所以也是先預告一下 大家之後可以組出一個這樣子的隊伍 現在畫面中這個隊伍嚴格來講算是風連擊混技商啦 大家可以看到可憐就一樣是來U雷龍喔 那新的角色呢我們的兒子就是U一個左倉 那左倉這個位置其實是可以換的 風來就是當隊長提供這個穩定的攻刃 然後還有這個連誘阿來補充我們的連擊數 再來我們來一一介紹這三把武器喔 那這三把武器都有一個共通的效果 就是你的隊伍裡面阿 每多一個風屬性的角色 他就會有一個額外的加成 第一本這個死黃書阿 你只要放六風 他就可以總共得到90%的技傷 但他其實沒有綁定你一定要六風喔 只有未來的某一些光屬性跟暗屬性的超級武器 才會綁定一定要六隻角色都是同屬 所以呢像這一隊來講的話 我們放了左倉跟雷龍 雖然說少了兩隻風屬性 等於說死黃書加的技傷只有60% 但是左倉跟雷龍本身就有提供額外的技傷 所以實際上你的隊伍在運轉的時候 你的技能打出去獲得的技傷是更多的 所以不一定要綁定六風喔 再來就是裝備這個武器的角色阿 每次發動技能的時候總共會有三次 風屬性的角色會有一個20%的衝條 再來呢就是100combo的時候 總共會有五次自己會有一個20%的衝條 簡單來講衝能就是牛逼喔 就是亂衝一通 死黃書唯一的缺點就是因為他衝太多了 所以有時候會亂走你的軸不好調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我們的死黃斧 一樣喔每多一個風屬性的角色呢 就會延長浮游的時間 最多延長到60%非常的重要 喔我們的老王五三次三號衝 也是因為他可以增加浮游的時間 所以才會變得特別特別的吸引我喔 不一定是吸引所有人 特別吸引我 所以這一把武器呢也是浮游隊阿 風連擊隊以後非常重要的一個武器 那也包含說他的珠子喔 因為他的珠子也可以增加我們的浮游時間 如果你不是有要去抽三次三號衝的人 死黃斧也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免費武器 再來就是在浮游效果中間的時候呢 風屬性的角色直接攻擊會加120% 120%的平A增傷 還有這個20%的雷奈性 那雷奈性就還好嘛 主要是這個120%的平A增傷喔 也不用說綁定六風才有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用 不管是現在的浮游隊或是連擊隊都一定要放 最後就是我們的死黃劍了 那這把菜刀呢其實應該是三個裡面最不犯用的喔 幾乎都是被綁定在 另外以現在的情況來講就是要給我們的劍鬼用 其他的角色可能就不太適合 除非你沒有武器裝 那在未來呢我之前有介紹過嘛 會有一個白嫖武器這個方天化吉喔 方天化吉其實就有一點取代掉這個死黃劍了啦 那這把死黃劍呢就是每多一個風屬性的角色喔 攻擊力會多加20%最多會加120% 那如果你沒有綁定六風的話那加成就會少一點 每30combo的時候需要暖劑喔 還會有最多可以再加到120%的公刃 那簡單講就是一個公刃拉條 然後需要暖劑 大概就是這樣子 以目前的環境我覺得就是給劍鬼最適合 好那除了兒子出來之後的那個完美死黃蜂隊伍以外 我們要如何把這個風超的武器投入到現在的隊伍 那我們就先來講一下風技商隊 風技商隊其實他的成員還沒有很完整啦 大家都知道這個盤子最後就是所謂的四合一完美收菜盤 那他的重要角色天狗跟紅茶哥外教官都還沒有出嘛 那甚至之後連風奶都可以不用放喔 那以現在的情況我覺得還是可以保留 就是虎王斧跟技工的這個combo 畢竟宗士郎我覺得去掛死黃刀 這一隊其實也沒什麼combo去暖劑那個死黃刀啦 所以菜刀我們就不要了 我們就保留1號位的這個組合 跟3號位的這個組合 把我們的衝人書丟給技工 然後在風奶這個位置呢 我們換上我們的死黃斧喔 來增加一下浮游時的攻擊加成 畢竟我們的貓頭鷹本身也是有給予浮游的 等於說呢在這個隊伍裡面呢 2、3號位的角色都是會提供浮游的 所以在浮游期間呢 我們都有一個公認加成 那這個時候如果中士郎可以開招 那我們的傷害就可以來得更高嘛 然後也因為死黃書得到了一個更好的回轉 那風奶下面這個角色啊 你想要掛這個虎娘啊 去增加你的瑪娜 或者是你掛一些新的角色 如那隻小狗 或者是貓娘 隨便 這個位置是很自由的喔 你就是阿貓阿狗隨便放 我覺得就可以了 魂珠的部分因為技工是雷屬性的嘛 那基本上也影響不到 你們就不要看喔 隨便放就好 那風奶的話跟中士郎 我覺得都可以來放我們的死黃書 來增加回轉喔 那如果會亂走的話 你自己跑起來不順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把中士郎的這個魂珠 換成我們的死黃斧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風連擊隊喔 風連擊隊到這個風超5出來 然後再配上這個詞詞的新角色 我覺得是稍微比較完整了 打起來會比較順 那可憐劍當我們的隊長位 掛我們的雷龍 然後綁定他目前的專用武器 這個死黃菜刀 然後再來配我們的風奶 然後風奶下面這個位置呢 一樣是阿貓阿狗隨便放喔 你基本上這些阿貓阿狗如果沒有的話 也不用太擔心啦 因為台服出的速度非常快 這些阿貓阿狗被取代的時間點 會來的很快 所以你沒有抽到的話 我覺得你就先放著 或是先隨便放其他的阿貓阿狗 我覺得就可以了 那很多人應該會問說 欸劍鬼當隊長跟風奶當隊長 差別到底在哪 劍鬼明明就要死COMBO 才可以得到更多的公認 而且那公認其實加起來 還沒有比風奶多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最大的差別就在於我們的技工喔 因為技工是指給隊長嘛 你的主要輸出 劍鬼如果不是放在隊長位的話 如果你改成了風奶 那其實技工的這個充能 還有技傷加成就浪費掉了 那這隊的武器呢我覺得就是 死皇菜刀綁定之後 風奶一樣給他一個充能書 幫助回轉 然後來湊COMBO 3號位這個虎娘妹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去掛到我們的瘋崩宮喔 這一隊反而是不太需要去放到死皇府的 因為有浮游的角色只有一個 那等之後兒子出來啦 你抽到兒子之後可以再去做調整喔 所以基本上風隊就是差不多這4把武器挑3把再運作啦 那魂珠的部分呢我覺得可以全部都放死皇書來增加回轉就好 那可憐的話呢我建議也是可以考慮直接放死皇書喔 因為你們還沒有這個呂布的方天畫戟嘛 那為什麼不去放這個死皇菜刀 就是因為魂珠來講的話 死皇菜刀可以提供的這個加成 我覺得是沒有到很多的 因為他還是要暖機嘛 那你疊滿之後公刃其實也才就幾十%而已 那比起這樣我覺得回轉應該會更舒服一點喔 幫助你更快的去放新一輪的技能 好那最後我們就拿這個完美的死皇蜂來 稍微打一下這個超雷的單人喔 那貼心提醒一下大家這個超雷副本 並不是下一個超級副本喔 按照日服的順序來講的話 下一個會先登場的應該是超暗 不過這個就要看台服有沒有要改一下順序了 畢竟欸如果現在大家都有這個風超五 下一個出超雷的話 我覺得打起來也不會太累啦 應該是挺輕鬆的喔 那我們前面有講到嘛 如果是要可憐當隊長的話 是因為隊伍裡面有放技工 那這一隊我們的完美死亡蜂 其實是沒有放技工的 所以也就理所當然的是 變成了瘋乃當隊長喔 瘋乃來當我們隊長的話 只要角色的血線是安全的 就可以得到一個渾身的穩定攻刃 那左倉配上我們的兒子阿 其實左倉的技能阿 打的combo數也蠻多的喔 也是可以有效的去幫助我們 劍鬼拿的這個菜刀來做一個暖機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來講 跑的還算蠻順利的 雖然說劍鬼的血線有點低了喔 你看沒有吃到工人加成 還是可以打出一個1000K的傷害 那還是提醒一下大家 我們這個是單人在跑啦 所以傷害來講的話會比較痛 隊伍會比較扛不住 那如果到時候真的出這個副本 大家三個人一起打血液的話 應該是輕輕鬆鬆喔 好 劍鬼一刀有2000左右的傷害喔 其實如果是所有加成阿 暖機都有吃到 一發三四千以現在來講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 這邊就是跳跳虎最痛的這個爪擊喔 抓一下 整隊如果練度不夠的話 很容易在這邊翻車 那翻車的也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就隨便試一場 只是給大家看一下那個感覺而已 超級副本嘛 本來就沒有那麼簡單 好啦 那以上就是關於風超武器的一些簡單的介紹啦 基本上啊 現在你在玩的風隊 不管你是玩技傷的 或是玩連擊的 簡單講就是三把武器裡面挑兩把去用喔 我們前面都有仔細的介紹過了 然後魂珠的部分呢 我都建議是可以放我們的死皇叔啦 畢竟這樣回轉會比較快 但如果你真的覺得軸跑起來很怪的話 那你就可以稍微去做一些替換喔 然後盡量不要去換到菜刀 因為菜刀我覺得是魂珠裡面最不好用的一個 好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